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上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了修剪果树的小经验 这期视频呢,我们专门来说说柑橘类果树的修剪 柑橘类果树呢,包括橙子、金橘 如果你家里有柚子、柠檬之类的 它们也都是柑橘科 所以基本的修剪方式是一样的 我的这些小树苗呢 基本都是从Costco、Louis或者是Home Depot购买的 这些柑橘类的树木在附近的Nursery是非常容易买到的 加州这边的气候呢,也非常适合它们的生长 在加州这里,这些柑橘类的树木可以保证四季长绿 所以用来作为我们庭院的装饰也是很好的 柑橘类果树的修剪我一年大概会进行三到四次 所以借这次修剪的机会来和大家拍个视频 分享一下,其实柑橘类果树的修剪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就省略到中间的步骤 直接看修剪后的成果来分享吧 首先是这一棵橘子树 它在买来的时候其实大概就一米多一点 那现在我已经养了三年,现在大概可能有一米五上下的高度 我对它的修剪也是首先要把一些比较瘦弱的枝叉修剪掉 像现在这些切口的位置,就是把那些枝叉修剪掉 其次呢,要把它的枝干缩短,就是过长的枝把它缩短 然后让它长粗,而不是长得更长 同时限制一下树的高度,保持树的中部中空 这样的话可以保持空气流通 让它不容易生病,不容易有病虫害的侵扰 现在看起来叶子其实是不多的 但是很快这些叶子就会长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橙子树 橙子树也是种了三年的时间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下部的这个树干已经是长得非常粗了 比正常情况下这个年龄段的树要粗很多 那上面呢,也是剪掉了一些其他的枝干 现在可以还看到切口的位置 在顶部的这个位置呢,你看我在修剪完之后 它就已经有新的芽长出来了 针对新的长出来的这个芽呢,我会掰掉一些 不让它长出这么多的分叉 来达到让营养分配均匀的一个目的 那修剪后的就是这样子 再来看一下金橘树 金橘树这次的修剪是修剪的比较狠的 我把下面所有的分叉和中心位置长出来的所有的心芽全部都去除掉了 同时呢,也是对它的树枝进行了缩短处理 基本上超过半米长的这个杆子全部都剪断了 这个金橘是比较特殊的 它一年呢,能开三到四次花 结三到四次果 所以说平时对它的修剪 是在每次采摘了果实之后 我都会对它进行一次修剪 以保证它的树形 然后再来看一下黄色柠檬树 虽然它有两个主干 但其实这是一棵树 只是它在很小的时候就分出来了两个叉 然后这两个叉我就都留着了 其实呢,这个黄柠檬树是我养的不是非常好的一棵 它的叶子有点偏黄 所以呢,可能还要精心打理一下 但是今年的结果量还是非常可观的 现在留在树上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小柠檬 最后修剪好的样子就是这样了 最后这一棵树呢,是一棵青柠檬树 你可以看到因为经常性的修剪 所以也导致它的这个树干是长得非常非常粗的 营养完全可以集中在树的下半部分 然后呢,上面的叉也是把它控制在一米之内 这样的话,新长出来的树梢可以有充足的营养 那中间呢,可以保持中空 可以保证它的采光通风 这样也不容易生病 现在看起来叶子是比较少的 因为刚刚经历过大的修剪 过段时间呢,我会再拍一个更新视频 来给大家看一下小树的生长状况 感谢收看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